在波士顿市长吴米和波士顿前市议长费莲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特定于2024年2月10日,在波士顿市政厅一层举办农历新年春晚联欢会。 联欢会需要您的全力支持,同时它也将成为您和您的企业对这一事件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欢会将在全球直播,这也将为您带来特别宝贵广泛的宣传机会。详细赞助信息欢迎扫码联系,期待您的参与。 纽约一公寓冰箱内发现人头 麻州州长莫拉西里为2025年提交561亿美元财年预算 波士顿市区街道昨天由于管道老化漏水至关闭 约100名移民上周再次滞留洛根机场 麻州过去三年,动物虐待案件上涨70% 纽约一公寓冰箱内发现人头 昨天,根据两名纽约警察局高级官员的透露,当地警方本周早些时候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公寓内的冰箱中发现了人头 据导解,本次纽约警方的行动是由匿名举报提供的信息 警方于本周一展开了对Norstrand Avenue的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警察进入了涉事公寓 发现一个用胶带封起来的冰箱 其中装有包含人体头部在内的黑色塑料袋 调查人员通过受害者的独特纹身确认了死者 他此前因投掷头子和袭击警察等罪名而被捕 纽约警察局探长约瑟夫·肯尼表示 该公寓住户女子被拘留并送往医院接受精神评估 他向警方透露 尸体属于去年与他丈夫发生争执的当地毒贩 他声称他的丈夫杀死了该男子 并将尸体存放在冰箱里 该女子的丈夫目前据称被监禁在弗吉尼亚州 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马州州长莫拉希里为2025年提交561亿美元财年预算 马州州长莫拉希里昨天宣布了2025年财年预算 计划支出561亿美元 比2024年增加约2.9% 希里表示 这一具有平衡负责任和前瞻性的预算 将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强化州财政健康并满足居民和经济需求 他强调过去四年 州预算平均增长率为6.1% 是他计划的两倍 因此现在需要谨慎管理支出 希里的团队通过削减项目支出4.5亿美元 阻止5亿美元的支出增长 并动用12.5亿美元的其他国家资源来平衡预算 其中包括创纪录的道路和公共交通资金 新的学校扫盲计划 以及对气候和清洁能源技术中心的投资 预算着重支持K-12公立学校和早期教育 提取资金用于法律费用 K-12教育资助法和早期教育和护理负担能力基金 希里提议再次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校餐 并计划通过单独的预算 支付应对紧急避担锁系统的成本 他还计划提交一份额外的预算 用于应对2024和2025财年的住房危机 波士顿市区街道 昨天由于管道老化漏水至关闭 昨天 波士顿发生了一起漏水事件 导致一些街道关闭 事发在Somerset和Beacon街的拐角处 漏水导致水流入地下蒸汽管道 引起能见度下降 波士顿供水和下水道委员会宣布 挖掘人员将更换1967年的管道 以解决问题 受影响的区域包括 从Ashburton Street到Beacon Street的部分服务 以及Beacon Street从Tremont Street到Somerset Street的区域 已经被禁止交通 这一措施旨在确保公共安全并加速管道更换工作 居民和司机被要求遵循交通指示 以便顺利完成维修工作 波士顿供水和下水道委员会表示 他们将尽快解决问题 以减轻交通中断和提高城市的交通流畅度 约100名移民上周再次滞留洛根机场 近日 大约有100名移民滞留在波士顿洛根机场 而麻州的紧急避难系统已经承受不住 据报道 上周有数十人被发现在一航站楼地板上睡觉 其中包括有小孩的家庭 当地居民一直在协助这些移民获取基本物品 这些人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离开机场 晚上又回来睡觉 由于移民激增和住房危机 麻州的紧急避难系统数月来已经超负荷运转 去年11月已经达到满负荷并建立了后补名单系统 希利与其他八位州长一起呼吁拜登总统和国会领导人提供帮助 表示全球移民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 各州将无法无期限地应对资源压力 麻州过去三年动物虐待案件上涨70% 近年来 麻州的动物虐待案件激增 州法院试图应对从2019年到2022年间 这一类案件超过70%的增长 为了应对这一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 Savik County将积极采取主动的态度 成立了动物虐待专案组进行调查 据Savik County地方检察官凯文海登表示 专案组旨在加强调查起诉并讨论引入轻罪级别法律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appy Holidays 在波士顿市长吴米和波士顿前市议长费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 特定于2024年2月10号 在波士顿市政厅一层举办农历新年春晚联欢会 联欢会需要您的全力支持 同时它也将成为您和您的企业对这一事件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欢会将在全球直播 这也将为您带来特别宝贵广泛的宣传机会 详细赞助信息欢迎扫码联系 期待您的参与 最棒的名字